张华县政府12日上午在县府三楼会议室召开第333次主管汇报 卓县长在会中表示 此次举行俄罗斯管行乐团来张华演出 可说是非常成功 让各地前来的乐迷欣赏到国际级的音乐饗宴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南来北往的乡亲 他们为了要欣赏国际艺流的表演 他们都搭高铁到张华来 这代表我们张华已经成为台湾的一个音乐艺文的重镇 我们应该趁胜追击 继续的邀请国际艺流的表演团队到张华来 因为我们张华一人一乐器一笑一乐团推动非常的成功 普及化之后就是要进行职的提升 职的提升能够见弦思琪 邀请世界一流的表演团队 他们的指挥普内特列夫 他看到我们张华厂的听众的水准 还有大家的热情他们也都非常的感动 他私底下表示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的观众入场 大家表现得那么高的水准那么热情 他也非常的感动 公益频道许世昌张华采访报道